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期是我一定去 最后一期啊 树上的鸟儿唱双对 啰 上的是什么 什么城市 青山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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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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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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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做《光荣战放》 来半天了吧 看着学习了一场 您这节目太正经了 我们这也太不正经了 谁说的 他们说你们这节目现在在后台 那后台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 真的呀 行嘞 我看看一会发生什么 那我们就按后台处理了 哈哈哈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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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现场来了不少人啊 来了好几万人 嗯 好几个姓万的人啊 从来没有一家电视台 请这么多现场的观众 从上到下 我看都坐满了啊 地上坑里边都有人 谢谢你们大家这么支持我 你们老这么鼓励我 我会骄傲的 每当站在这个台上的时候 我都提醒自己要清醒 啊 再多的掌声鲜花 并不代表什么 艺人都盼望这些个 但我们一步步走过来 并不是一上来 观众就欢迎 我有时候总跟他们聊 我说小的时候说像 观众真不喜欢啊 嗯 最恶劣的时候一上场 观众拿砖扔我 大砖头啪啪扔 说一段像是能盖三间北房啊 后来好了 关键嗯 业务上可能稍微提高了一点 大伙喜欢 于谦老师比我待遇好啊 他从小的时候长得就好看 曾经有一次演出的时候 有女观众冲上台 还要亲他一下啊 亲完走了 他挺不高兴 因为他有一个金牙是假的 结果丢了 跟千尔哥合作这么多年 一眨眼十年 时光荏苒 岁月穿梭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不算什么 但对说像上俩人来说 太了不起了 这十年当中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 勾勾侃侃 一路并肩走来 现在千尔哥也不错 在实话时说 倒退这么多年前 我想了想 好像他跟我也没挣过钱 那会儿我们俩演出 没进过北京城的六环 都在北京郊区演 我喝了个号 我说咱俩人就是郊县天王 所以他经常上我们这玩了 但今天没来 最近拍戏呢 天也很热 希望他一切都好 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 我们录像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越往后路的时候呢 现场的工作人员也罢 观众也罢 都会累 但是这一期我估计不会的 因为这一期来了我的两个偶像 来这两位我特别高兴 长得也漂亮又有能耐 我今天是一个上课的机会 掌声欢迎田哥 田敏 大家好 大家好 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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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哥就是没有镜头感 你应该报军你 你给这个来说 你来一下 田哥 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凭借16年的王牌栏目 迎评连着我和你 为广大观众所熟知 他以自身多元的文化素质 及艺术修养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电视创作道路 妹妹田敏 著名演员 曾获百花奖 肥田奖等 多个奖项 是老郭的忠实粉丝 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跟你们二位一起 你那节目也不请我 啊 你那节目也不请我去做嘉宾 是吗 我怎么 他们说你对我有意见 谁说的 你告诉我找他们算账去 你们台的节目 我几乎都上过 为什么光荣战放迷找过 骑士人 天哪 是吗 我觉得这里头有误会吧 你这 是吗 啊 田敏老师也没上过我们的戏 你们这俩传统好了是吧 不不不不不 我们就今天来不就来请站吗 昨天专门从安徽飞回来 上一个节目 而且我是借田明的光 来见见 郭德纲老师 郭德纲老师 尊敬的郭德纲先生 不敢不敢不敢 就是说向上的郭德纲 你是和安徽人啊 我是和肥人啊 可见咧 可真的 曾狗 我们劳戏啊 你个指高 可见咧 我拿了天津的 咱们坐着聊好吗 好 来来来来 欢迎两位 来来来 快坐快坐快坐 他照 他很好 吃点血 真好真好 这么多吃的真好 你别说让我们先吃 水也能喝 干果也能吃 水果都能吃 您可能做惯了那些个特别正经的节目 没有没有 穿西装打领带那种 没有我的节目也能喝 真的呀咧 但是我们就没有 我不喝 我要注意形象 这喝水跟注意形象什么关系 对我们就喝水 那我们就喝出去了 一般都是一下一口就下去了 你看为什么咱俩在电视上都显得很胖 就老喝水 老喝水是吧 我刚采访了孙燕 人家要录像两天前就不喝水了 那不得渴坏了呀 是我也问这个问题 多喝点水好 天也热 皮肤也好 不 郭德纲 你听说你一天能露十场 嗯 有时候行 但连着也不撑 说得好听 你是敬业 说得不好听 你真不把自个儿当人呢 说不好听 谢谢 现在您做几档节目 我就做一档都累得不成 听说你跟螃蟹似的 没有没有 我还说出两档 还就说相了 还有别的事 还要演电影 那就是闹着玩了总 人家是专业演戏的 不过我看过您 那电影演得特别好 什么戏啊 月光饱和 我们就给人帮忙演着玩 演得特别好 而且造型也特别好 我 我因为你不得不坚持看完了 郭德纲什么时候出来呀 我找他们分票房去 要没我又损失一张票 而且郭德纲的表演也特别好 那不敢 那不敢 真的 真的特别好 你看你妹妹玩了命的捧我 你就不夸我两句吗 我 我要说一下 这是这个节目我看过 你真有时间看我们节目 我 我都没时间看你 我没那么多活 我要想进步 我得什么人主持 我看看谁在抢我们活啊 郭德纲 同行不是冤警 何况您干了很多年了 这个我们这节目挺好玩 就是很松快 随便聊随便说 喝着茶吃着水果聊聊天 快快乐乐高高兴兴 让咱们一起来 对 对 你这里有高兽吗 没有 都是普通观众 没有啊 没有 那今天就 放开说了 没有什么理解吧 没有您随便说 随便说 只要能播出 不能播出也没事 我们透皮水剪掉 好那我放心了 您随便说 这个最近我们观众发明了一个好玩的 叫PS 就是把我这脸呢 变成不同的形状 我们来看看今天什么样 火 也不喊 也不喊 本来挺苦的一个画面变得挺苦的 好 好看好看 不错 继续 这个不行 这小伙子太帅 你可千万别再出来 他可能把花变成我 我们来看看吧 哈哈哈 我的天哪 好 还有吗 还有的 还有啊 啊 天哪 要变成你 特别开心 太胖了我 这张裙子 显得我稍微瘦了一点的 太可爱了 这老几个发 还有吗 万幸没有了 这张起张大的让他们带走 强烈要求带走这张 这是我们的网友 一位叫曼儿 一个叫玄慕 他们两位的大作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谁有这方面的才能 尽管放马过来 好作品忘事尽 秋后算账哦 这个看了您好多年的节目了 今天很难得 有这么一个机会 跟您姐俩坐一块 我妹妹来的今天 要不然我还见不到您 您别客气 随便聊 有什么想问我了 您也随便说 之如不言言无不信 我可爱跟同行聊天了 从主持角度出发 咱们同行 演戏这块呢 咱们也算是同行 一块聊一聊 没有这个报复的嫌疑 虽然说没上过你节目 不代表了以后不去 你们好像找过我 光荣绽放 可能时间没挑开 你放心 不不不 您这憋着到 找个好时间绽放 最后一期是 我一定去 最后一期啊 我坐一个火一个 一坐就十六年 那十六年之后会发生什么 那就是我还是很年轻 我小小都难受 你姐子不做呀 我们有一小资料 据说老爷子 很早就离开了是吧 对 那年多大呀 那年我还不满十岁吧 哎呦 您差几岁啊 我们差 差好几岁 他那个师父太小了 他完全他可能 我中间还有一位姐姐 你对爸爸可能没什么印象 一点印象都没有 全是照片 太小了那个 从很小就有艺术天赋吧 两位 我估计是的 就是我 而且血液里的东西好像是 遗传是吧 对对对 小时候爱唱歌吗 小时候就是 因为我们家住在那个 安徽省金剧团 黄梅剧团 文工团那大院里 从小就听着那个 各种各样的这个戏曲啊 和音乐长大的 基本上那时候的样板戏 我们都全会唱 对我们那院里有三个团 黄梅剧团 金剧团 灰剧团 灰剧团 还有文工团 那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边 不学都难啊 对啊 我们就 常年做节目的人 有什么都不知道 从这个场合 不能说自己会 否则会被别人要求唱一段 不许放声把家还是吗 那我给你唱啊 可以啊 来来来 好啊 站哪啊 哪都行 那个经典的都是站着的 经典的那个懂 来 新典的董郎 长得就像你这样 我见过他 真的啊 他叫王少访 王先生 这是黄梅系的大家 我这词怕记不住 哪忘了您提醒我好吗 我也记不住 俩都记不住 咱过俩会就得了 这样才单配嘛 好吧好吧好吧 来吧 树上鸟儿成双队是吧 给我们一个前奏 嗨C 多嗨都能C进去 再加半格 哎 树上的鸟儿 太高了吧 低了 太低了太低了太低了 太高了 低了低了 太低了不好听 嗯 太高了 来 树上的鸟儿成双队 树上的鸟儿成双队 再来 树上的鸟儿成双队 露水青山 白晓烟 你耕天来 我只不 你挑水来 你较远 哎呀 我不要这个懂了 怎么不干了 你了 欺负欺负欺贤女 就这样吧 我哪说理解 明年我干活的了 叫门低 叫门太低 踏得不舒服 他竟敢让七仙女 又又跳水 又干又浇 你就试试仙女的智力怎么样 这个 我唱的不是特别好 给您搅和了 没有没有 玩一玩吧 真的 我看了一小资料 说那二位小的时候特别懂事 经常给家里干活 是吗 都得干 必须得干 人人都得干 穷人的孩子都得干 家里有什么活可干 这么点的孩子又是姑娘 因为我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们四个人家庭情况就会经济比较紧张 所以我们家就得养鸡 养鸭 然后这个鸡就得生鸡蛋 就得生鸭蛋 我们家的鸡都会上楼下楼的 鸭子也会上楼下楼 家里总是有人的 童年生活特别有趣 现在觉得值挺值得回忆 但当时这个 觉得挺苦的 也就是特别臭 我淘鸡 我有好多那个煤灰 那样掏出来的呛得要命 那时候 大姐对你好吗 大姐从来对我都好 我姐呀都不对我好 对谁好啊 那不一样那亲哥们还要动菜刀子呢 我们家对这个兄弟姐妹特别好 所有人都羡慕 他想问问我打没打过你 对啊 你姐姐有没有厉害的时候啊 他是因为从小就是我们懂事的时候 田哥都已经出名了 大明星了 哦还有这时候呢 所以他怎么会打我呢 他怎么自个儿都不知道 对啊 就因为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他是我们全院的小孩的骄傲 特别早就拍电影了 好 七几年就拍电影 又回来告诉我 你们知道吗 电影是怎么拍的吗 不是按顺序拍的 而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 根据场景拍的 我们全院小孩都傻大明星啊 都挺傻的 七几年就当女主角了得 那会儿演的什么戏啊 那会儿演的什么戏啊 演什么汝燕飞啦 真是烦死人啦 加油渡国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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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传说中的老艺术家 这就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来吧 我有几个小问题想问一下 两位老师啊 咱们得说实话啊 真的 两个人小的时候 谁的学习成绩好一点 谁 天哥老师 他我还真不知道 我反正 我语文还行 算数不怎么样 可这嘞 啊 真的哦 那算数 我会说好几句合肥话 在好几句 我还会说那个 不让波子合肥话 那你讲 那我们直接讲合肥话算了 我讲不了太多 我会说那个 其实讲合肥话 尤巴杂不死你 哈哈哈哈 你说的对吗 不对 不对 不是一巴掌 是一巴掌 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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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不死你 尾音很对 特别像吗 像 我觉得听合肥话挺亲戚 他跟天津话太接近了 其实这个尾音 好像是合肥羊上去 天津话是往下走 也不全是 他个别的字还是不一样 每天我们单单 都拿出一期来探讨一下 谈这个 这个有点意思 那刚才你还没回答我了 谁学习成绩好一点 我们俩没有比不过 没事 随便还了不起 记不做那个成绩了 真的呀 也不行 都还行 我一般话 那觉得小时候最光荣的事是什么呀 这能说出来吧 哦 你先说 你先说吧老大先 他没想好 我最光荣的事就是那个 我 我 我从小就爱见义勇为 我有个同学叫陆地 他特别老实 然后男的就是女同学坐里面 男同学坐外面 但是每次男同学上学 从他过道走的时候都啪 拍他头一下 然后后来我就说 这样吧 下次你坐里头 我坐外面 然后我回家换我妈妈的大皮鞋来 谁要敢摸你的头 我得踢他 哎呀 第二天 见义勇为 有人又摸他一踢头了 你真换鞋去了 我真回家换我妈妈部队的那个靴子 把踢靴子 再回来 我把那男同学给踢了 我这把我踢一踢 我从小就特有正义感 我的个天哪 不叫正义感 对呀 你说我们俩谁好看 那还用说吗 对吧 宝贝 那还用说呀 说 就是你 怎么发出如此愤怒的声音啊 没有吧 发自内心 谁好看 就是你最好看 真的 真的我是他 我看这个节目 多半时间都在 做什么丑事呢 就是你最好看 你最好看 我多半都在研究他的头顶 我也是 头发弄得特别有想法 为什么 你有什么想法 因为那个 我觉得你的头发 可能两三天就得修一次 越短多越得修 大约两天左右 是吧 反正就觉着就长出这儿来了 这不好看了 这不好看了 毛边 我原来也留过那个什么 分头啊 背头啊 什么长的短的 单的双的硬的软的 都留过 不好看 而且头上怎么长得新 我老大研究这个问题 就剃的这个嘛 你怎么看是新的 我怎么看着这个瓜子仁啊 这是美人的 技巧不一样 有人看像个水滴 有看像树叶的 这就是眼神的问题了 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说什么都行 反正我也看不见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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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一次是 还没说完呢 刚才你没有 大点忽悠过去 最光荣的事就是打人啊 什么建议勇为 你怎么 对这个词就好听得多了 主持正义 对对对 你姐姐建议勇为了 你最光荣的事是什么 那我可太光荣了我 你说我那时候才五岁 然后我就到那个广播电台去 同声独唱 有 然后呢广播电台小孩啊 都 那个时候也没什么电视嘛 就有收音机 一个包幕 有田明同学读唱歌曲 那我们全院小孩 田哥不在的时候 我就是他们的 骄傲偶像啊 太骄傲了 开始暗恋的年纪分别是什么时候 我没暗恋过 都是有人暗恋我 我真的啊 你上学那会好多人都喜欢你 是吧 超级多 站门口喊 田明我们喜欢你 不是不是 从我就说出门开始 就从家里出门开始 然后结果又有小男孩 看着你啊 跟着你啊 上学啊下学啊 包括在课中间那个 在操场上 然后就会有好多那个 能站在门口看 那小女孩好看 你就从那眼神里都能看出来 是吗 所以特别骄傲 嘿你瞧瞧 我都替你美了 真美啊 田哥老师呢 我正在回忆这个非常幸福的问题 正在数啊 我其实说心里话 小的时候老听别人 你知道那个时候 小的时候有 要是说在学校小学生的时候 你就谈恋爱 有对象是些很羞耻的事 嗯 还光就别人老说我有对象 我特别苦恼 因为我不知道是谁 哦 没有 没有 然后我就每天我就坐在我们家阳台上 我就看着大马路上走的人 谁是呢 谁是我对象呢 因为我都不知道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实际上我自己心里 所以就他们说有一个叫什么 隔壁一个院子里特别会打架 特能打架的一个叫老鬼的人 是我的对象 但我 那不叫打架 那叫见义勇为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其实我自己心里喜欢一个白白的弹钢琴的呢 哦 哦 喜欢那个弹钢琴的 不喜欢老鬼 因为不知道他是谁嘛 后来弹钢琴的说了我就是老鬼 这个 你觉得这个自己的第一个男朋友 谁的帅一些 那肯定是我 对 你看你姐姐 我 我就 没有 全是外挂烈枣 个个都丑 都丑啊 都奶吧 起码都跟你哥差不多 对 要我这儿还行 咋那么好看 基本上的半残废都让我包了 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那会儿你姐姐找的男朋友不好看 你见过他吗 没错 因为田哥在我们家是老大 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姐姐每次都往家带的人都是很辟邪的那种 他哪儿啊 他 就第一个初恋就是丈夫 他没有 真的啊 对对对 初恋就是丈夫 就是外挂烈枣 对 你说我吧 我们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 坦率地说到迄今为止 我从来没有说 有一个人是我爱上他的 都是那个被别人爱上以后 最后我实在抵挡不了 好 就什么样了 就是他了 就结婚了 就答应了 嗯 就一个人没完没了是吧 对 只要你皮厚 只要你聪明 你再皮厚点就行了 你还得经得起我的那个打击 就是 我的个天还得打击 这剑条跟家里边见勇 我也接受了 哈哈哈 跟你的男朋友都特别帅吧 全帅 首先得帅 但是呢也超级有才 没才你跟他在一起 你无法调话 你姐姐跟那边是这样 嗯 他嫉妒 真的啊 这是这样子的 我们两个在这个爱情问题上呢 我显得更更加 更文明更人性一些 我从来不干涉他 你 哎 我从来不会说 这个人不行不好 你不要跟他好 从来不会讲 嗯 但他四次就跟啥事 他全管 他永远要管我的 我跟谁 我被他好啊 他听你话吗 有的时候听 有的有的时候不听 真的呀 他一般当时都不听 一是他老大 他有尊严 过后都听 就这样 过后才听 对啊 那不都耽误了吗 哈哈哈哈 今天很难得啊 请了田哥田敏杰俩 一起来做客 其实这两位来说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 都算是前辈了 啊 像田哥老师 被称为中国的奥普拉 哦 是你称呼的吧 我咋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 什么是奥普拉 哈哈哈哈 你看我这实话 直说实话 就不知道 您跟我们讲的 什么是奥普拉 我也不知道 那算我没说 那我说吧 这是媒体的事 跟我没关系 我来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在美国一个最著名的脱口秀的主持人 而且他的那个每年那个挣的钱也是第一名 巨多巨多了啊 而且他深受美国的所有的老百姓和所有的人都喜欢他 据说总统的话可以不听 他的话一定要听 对 嗯 这不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呀 他一提琴我就想去 哈哈哈哈 刚才解释了一下中国的奥普拉 这是因为田哥老师做的节目 啊 十六年了 音频连着我和你你和他的 哈哈哈哈 是他和谁来着啊 哈哈哈哈 我和你我原来没少看 原来没少看 你瞎说啥呀 真看过真看过 还有那个你们节目里面请什么 手艺人哪 什么徐总圈的老头什么 我都看过 这期你看过 我看过 那就确认你是看着我的节目长大的吧 是不是啊 那会儿我们还小呢 今天我们跟中国的奥普拉田哥老师 什么天哪 一起聊天 受益匪浅啊 这个我看过您的节目 挺好的 后来那个节目改名叫光荣斩放吗 没有没有 不是啊 后来那节目被抢逼了 可这个 真的 真的 这么好的节目有什么抢逼啊 这么好的节目 我也不知道 这因为太好了吗 就是因为 这叫什么道理因为太好了 这个节目就是做了十六年以后 领导就觉得你能不能改一个栏目 就说你说郭德纲走到今天好几十岁了 你说你突然让他改名王德纲 那谁也不舒服啊 他要求我改个名字 那谁让我改的呢 对 后来我就是实际上我也是为了维护品牌的专业性 我说我宁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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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已经很有品牌了 我不能那么不专业 我当时其实我已经有的时候也确实有点坚持不住了 我呢特别担心这个节目能消亡在我的手里 最后正好有人要让他休息 我当时有一种解脱感 但是呢也有一种不是特别舒服的感觉就是说 哎呀因为当时我这节目一不做以后就记者会打电话问你嘛 说哎这个节目怎么会不做了啊 对 然后那个台里的同事年轻人说啊 手术率这么高老得奖这不做 那我们就觉得好像就觉得是就觉得没有标准了 说什么的 那个节目即使是当年被拿掉之后 广电总局还给他一个全国优秀文化栏目奖 他们不知道拿掉了 他们知道拿掉了 还要给 包括今年 今年我们台又把我这个节目报为北京电视台改革开放 三十年最优秀的栏目之一 最后一期的都哭了吗 没哭 这一期节目 你知道这是最后一期吗 对啊 他会知道的 确实挺难的 也没哭出来那挺坚强的 没什么好哭的 其实也 因为他那会儿已经知道了 马上要做一个光荣转放 没有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当时 当时是三月份就给我打电话 我当时说不做节目 我就全国旅游吧 嗯 而且我突然发现 虽然十几年你说老做节目 你肯定那天你就知道有多痛苦 天天你都得想节目 想收视率 突然间我发现 我不用为这些节目操心了 就全国去玩 然后林达 您做节目还考虑收视率 当然啊 那你说像 我怎么就没走过这老 平常郭德纲一上哪一节目 收视率就高啊 对吧 但是就这个 我也不好意思 你们台所有节目几乎都找我 他们说过 做我有收视率 对 郭德纲特别有人缘 特别有人缘 这事我们得好好解剖解剖 光荣载放第一期什么时候播的 第一期是2008年的1月8号 有请主持人田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田哥 今天我带着美丽的心情 还带着一台美丽的节目 来到了你们面前 林某 人家财神 这不是银气连着我和你吗 都知道 我说我现在都光荣栈放了 光荣栈放请了不少的明星 据说都您自己去找的 这个事儿 我刚才看见你们那个 那个刘成案子了 我其实我从来没请过 从来的 那我还平衡着 郭德纲 你是因为这 我打你 我听他们讲的 没有 我从来不给嘉宾打电话 因为我 我也不好意思 再说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么多人 但是我唯一的 打过一个电话的是谁 哪一个 是李雪剑 哦 雪剑老师 对 李雪剑 因为原来我们是邻居 然后呢 他爱人我们也都是邻居 关系又非常好 就是 但是虽然非常好 也 我们是那种不来往的 没有什么来往 但一见面就特高兴 他应该叫你们打牌子 他喜欢打麻雀 没有 所以 确实我也非常喜欢 看雪剑的表演 嗯 而且他就做人啊什么 我都非常敬佩他 所以 我记得我当时给 给海 李雪剑也没电话 这人就跟说过在那 旧社会似的 什么都没有 我当时我正好在芬兰 哦 倒时差睡不着觉 我就给 给海大发了一个信息 嗯 然后就亲自打的电话 就是一位 就 就是唯一的一个 啊 剩下都是编导请的 编导全是编导 啊 其实他们编导根本没那么大本事 很多都是我帮着找 哈哈哈哈 你瞎死你 当然了 我就是田哥的移动秘书 经常我的选择 把谁谁谁电话发给我 谁谁谁电话发给我 对对对 他提供电话 但是确实都是那个 他们哪能是那么多演员 哦 你 接着他们一人捅头的工作 没有 也没人资 不给钱 你说我们组的人 如果说所有的嘉宾 还要我去找 那我不是 太累了 还是挺悲哀的 太累了 我们组的 我们主编 我们导演还是很厉害的 最近又 昨天 刚刚开会啊 今天开会 又给我抱了一片 一堆名单 让我觉得 哎呀 心有多大 那挺好的 那挺好的啊 你名单得写我了吗 肯定没有 因为是个小名单 不 哥德纲不用写 在心里 我信了 我看你 今儿俩一块做过一回 他去代班是怎么样 是吧 哦 去年 有一回吧 我那个骨折了 哦 结果你妹妹替你 对啊 因为你想想 你要是 你要是 你也得找个像你的人 对吧 我觉得 找他 那太像了 去维护品牌的一种手段 哎 果然不错 很有影响力 大家都记住了 有的学校把我们这期节目 作为教案 是吗 对 据说当时他不是特别紧张 你紧张得够呛 我 对 我特别心 怕他 不如我 可以 没想到人家好 第一次出去还挺牛 他主持完回台的春晚 我主要是 因为当演员当这么多年了 然后当时也是 我在新疆在石盒子拍戏呢 可不进了 有时候真话 要不是我姐我肯定不回来 就是 你也不跟我谈钱 是不是 就是 我这个主力还得请假 坐飞机四个小时 坐长途车三个小时到这 到这就开会 开完会第二天就录像 太辛苦了 甜蜜蜜 因为他 在我和他姐妹 这么多年 有记忆以来 最谦虚的一次 最听话的一次 是吗 其实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我为什么说甜哥紧张 因为甜哥太希望我好了 他特别怕把我 我把他节目做坏了 对可以理解 然后他其实很少给我打电话 那天一会打一个一会打一个 我都快烦死了 那时候特别像姐姐 是吗 平时他都像妹妹我像姐姐 那时候他真像个姐姐 特别关心我 包括我录节目太紧张了 他怕我录不好 但是我想 我知道我不会录不好的 十七三分像 是灰就比土热 我站在台底下看 我儿子跟台上说像 我特别紧张 我自己在哪儿也 我都没这么紧张过 我儿子上去我手都出汗了 是不是 人是自私的呢 其实今天是一个好机会啊 难得姐俩都是主持人 还都出现在我们这个节目 我也答应上光荣战放 咱们今天彩排一下好不好 我们这叫今夜光荣战放 今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来做客今夜光荣战放 面前是我们的两位主持人 田哥田敏啊 我现在就是嘉宾了啊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想了解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你这个想象上养活不了自己吗 养活得了 那我发现相声和小品演员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您说 都爱去当个主持人 都爱去演个电影 不是 不是 我拍戏 我做主持人 都是在我们所谓的相声干红了之前做的 我并不是因为说相声说火了 我才去演戏 去什么做节目 我并不是 是那些东西支持着我们把相声说出来了 你看 一看我就是好主持人吧 让他澄清了一个问题 不是 是因为你太难惹了 你觉得你是一个好的主持人呢 还是一个好的相声演员呢 还是一个好的电影演员呢 做电影演员 做电影演员我只能进到听话而已 听导演的话努力去完成 做主持人呢 我是尽心而已 把这节目的流程 现场气氛做好 做相声演员呢 我是最好的 真棒 跟我才听人家说 你是一个更好的商人 我不是一好商人 是吗 入佛门六根不敬 尽商界狼性不足 不是一个好商人 人家说那个 德音社之所以经营的这么好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商人 也不全是 这个 岂可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于心 做生意 生意是有生命的 好多时候并不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意 他自己会进行的非常顺利 所以可能我们捡个便宜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你的语录 你的语录我倒觉得挺真实的 挺敢担当的 但是我老觉得你经常把自己放在一个是非的漩涡之中 木秀鱼林封闭催制 这个也很正常 这我也理解 但是你自己真的就没有 比如说焦虑或者是后悔 甚至说算了 你要是把人都得罪干净了 你就没有仇人了 有时候我也在想 现在可能有骂葛德纲的 有说葛德纲这么不好的 道德有缺陷的 节目很低俗 说什么都会有的 但这一切早晚有一天会过去的 等我七八十岁了 头发也白了 那天一片赞扬声 顶多到时候什么颁奖晚会 来仨人把我掺上去 哆里哆嗦的说几句话 说什么大伙都鼓掌 但到那会儿 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我很喜欢这种生活 我只能充实一下 那个郭德纲 你们哪儿请了这俩人 没什么特色 人家都说那个 女人一般失恋的时候吧 就买东西或拼命的吃东西 或者哭 因为你失恋的时候 你通常都怎么表现呢 我就没失过恋 你人生太单一了 我也没怎么搞过对象 我开窍晚 那你要伤心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我没有伤心的时候 那你快不真实了 不是不真实 我没有伤心的时候 我说了这么些年的书 做了这么多年的编剧 我也看了这么多的书 上下几千年的故事 无非是来回往复 很正常 早已是苍海桑田了 我小的时候上课 有时候 比如明天要考试 哎呀 这怎么办 就怕考试 考试考不好怎么办 但我一想 明天考试后天 他会发这种卷子 就知道多少分了 再转过天 这就一切都过去了 我就老想那一天 这事就没事了 那那个 有一个是慢慢长大的 你也不会一下子变成这样 总归有伤心的时候 我可能在三十岁上下 可能把这琢磨头 三十岁之前二十几岁到北京 当中这几年磨练 对我来说可能 我觉得是管了一辈子 真好 你这是不是有高出不胜寒的感觉 我穿着棉打衣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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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田老师 很难得有这么机会 一会儿聊一聊天 祝两位田老师 事业上一帆风顺 永远快乐 谢谢 每一个来的嘉宾 都对我们讲一个笑话 两位谁讲 你让温总 你怼不会消 对这边 就会挺哦 讲点真事 来吧 我们到这儿来讲 来来来来 如果讲得好的话 他们会特别高兴 热烈鼓掌 讲得不好的话 天日会下雪 告诉你这个笑话有多冷 哎呦 我就是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吧 太好了 嗯 嗯 因为我现在在安徽凤阳拍一个电视剧 拍冬天的戏 太难受了 然后天天穿个大棉袄 然后呢 所有的演员满脸都冒着油 反正 但是最让我觉得是最痛苦的一件事 就是从都没有厕所 但是呢 终于在快拍完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个厕所 但是我要去那厕所呢 要经过好多的猫啊狗啊鸡啊鸭 然后跑到猪圈边上去上厕所 然后我在那蹲蹲的时候 我得看那猪睡醒没有 睡醒了我就 就不敢 反正就是 反正是老是跟猪作伴 反正就是拍戏就是这么艰苦 笑啊 笑啊 下雪了 笑了 明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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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漂亮 真漂亮 真挺好 这个节目设计的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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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往嘉宾身上弄雪 哎你们这个雪比我们的雪好多了 我们我们组的雪全是尿醋 进去眼睛都睁不开 你别人笑 也没人笑 呛着了吧 你们也别别扭 其实谁想笑话都得下雪 要不然 要不然我们这机器就白酥了 要不然我们这程序就没了 还真漂亮 今夜有戏周五特别企划 推出爆笑特别版 我为喜剧狂 在这里 您将了解当红喜剧明星的娱乐人生 我一人吃了四瓣 像不像啊 看到时下最热播剧组的作客 我们现在都会哄罗玩 别哄 别哄 来… 体会喜剧拍摄的搞笑幕后 你来干嘛呢 我来点你 今夜有戏精彩不间断 开启你的